週三 韓國新冠病毒確診感染病例增加284例 累計1261例 死亡共12例 確診患者仍集中在大邱和上慶北道 還有2萬多人檢測結果尚未出爐 韓國當局取得了新天地教會21.2萬名信徒名單 韓國天主教會宣布暫停所有彌散 目前30個國家對韓國採取入境管制 駐韓美軍週三通報 一名士兵確診感染 當局證追蹤確認是否有其他士兵感染 週三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表示 未來一到兩週將是阻止疫情傳播的關鍵期 要求取消 延遲 減少全國性活動 日本各地紛紛取消或推遲舉辦活動 一些觀光設施也已停業 日本北海道從週四開始 關閉所有公立小學和初中 週三 希臘傳出第一起確診病例 患者曾去意大利北部旅行 意大利週三新增4名死亡病例 都出現在疫情嚴峻的北部地區 目前 意大利累計11人死亡 確診322例 週三 西班牙特內費島一家四星級酒店 繼續封閉 數百名房客人在飯店隔離 該飯店之前確診4名意大利人感染 德國週二通報 一名男子確診感染病毒 他曾去意大利旅行 另一名病患情況危急 德國目前有18個確診病例 中東國家科威特週三通報6期新病例 都有伊朗旅遊史 目前累計18人感染 被阻止疫情傳播 澳大利亞週三宣布建議關閉學校 取消體育賽事 目前澳洲有23個病例 新唐人記者李梅 上鏡 綜合報導